中楼怪人 中楼怪人是一部由华特迪士尼制作 1996年首次上映的第36部的电脑动画长片电影 耸立于巴黎的中楼内 住着一位天性善良的加西莫多 大家都称呼他为中楼怪人 从他一出生开始 就被主人扶罗洛囚禁着 尽管他的周遭不乏鼓励他的好友识寿 加西莫多还是渴望能一探外面缤纷的世界 直到有一天 一场愚人节的庆祝活动 真的改变了他的一生 究竟美丽的吉普赛女郎艾斯梅达 会替他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 凭着与生俱来的勇气与正义感 加西莫多能够战胜扶罗洛 为他和他的朋友赢得新生吗 当和平的终生在剧中的那一刻想起时 钟楼怪人 仿佛引领我们经历了一场心灵之旅 原来 只有善良内在与真诚情感 才是生命中最可贵的情操 也唯有尊重与包容 才能营造一个美丽新世界 灵修六原则 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分别是 人与生命的 对所有生命的态度 人与人的 与他人之间的相处 以及人与自己的 对自我的要求 当加西莫多鼓起勇气 踏入人群中 找寻自己所梦想自由的空间 胡料 背景源与民众霸凌讥笑 没有人愿意向前阻止这样的行为 但身为被唾弃族群吉普赛 的女人艾斯美达 勇敢向前解救加西莫多 而这就是 对所有生命的态度所秉承 原则一 在每一个人身上 看见神 看见佛 看见人 原则二 第一个去爱 第一个去给 对于一个自认正义的 佛罗洛法官 一心只想要得到艾斯美达 甚至下令包围圣母院 不准艾斯美达脱逃 就算烧了整个城市 也要得到它 不归佛罗洛 就归火 在此我们可以看见 表里不一个的佛罗洛 所欠缺的就是 人与人的 与他人之间的相处 原则三 给人信心 给人希望 给人欢喜 给人方便 原则四 缓于发怒 敏于宽恕 勇于道歉 在佛罗洛的暴政下 面对许多的挣扎 加西莫多选择强力 也因他的正义与善良 更让民众看到了内心真实的他 而不是外貌的加西莫多 这就呼应了 人与自己的 对自我的要求 原则五 则善固执 不便随缘 原则六 诚意振兴 戒身恐惧